大家好,我是Stan 5050向所属公司提起的诉讼中 最主要的内容是 公司能力不足 公司主张英特巴克公司投资的90亿中 60亿花在成员们身上了 但是成员们无法确认 这些钱是否真的是花在成员们身上 表示公司的清算不透明 导致信任关系破裂 无法持续在一起 但是这个主张被狠狠打脸了 昨天投资90亿的英特巴克公司对媒体表示 91是相信全代表的资历与能力 以及看到哈森文的成功后决定投资的 甚至在决定投资的时候 5050团名都还没有定下来 安森尼代表也没有加入 也就是说 所有投资都是靠公司代表的能力 5050方主张的公司能力不足 变得一点说服力都没有了 投资公司站出来护航全代表了 不过都到了这种地步 所属公司老板今天还是对媒体表示 成员们是被安森尼代表与比里士 我现在联系不上成员们 但是安森尼代表有持续与成员们联络 5050成员中两个人是未成年人 父母们也不了解这个圈子 这部分我都能理解 希望能够解开误会和解 重新开始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一开始也不是看他们投资的 还在那里嘟嘟囔囔 钱花在哪里了 让一百步孩子们是不懂事情 但父母们就算不懂演艺圈 也不能用孩子们来这样吧 急着去注册商标权提起诉讼 怎么想都不能理解 真的很好奇 到底是被安森尼的什么甜言命语给骗了呢 不要浪费时间赶紧就业过一般人的生活吧 你以为在人生里会有很多次机会吗 傻瓜们 真的很好奇 这事件的结尾会是什么 现在就算跪着求饶 形象已经毁了 在这个圈子也不能活动了 背叛一次的人 不能保证不会背叛第二次 希望代表绝对不要接受他们 就算接受了 舆论也会很不好的 对于所属公司的老板 还是想要和解接受成员们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Mix新曲Party of Club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这次歌选的真的很好 很适合夏天 超喜欢Solun的音色 我觉得Lulocoast更有夏天的感觉 应该选他做主打歌 MB成员们都好漂亮 这次能听到很多Lily的声音 所以很有梦幻的感觉 好喜欢 说实话 这重度的歌曲很难在四代竞争的 副歌很好听 但是Rap太多了 真的好不喜欢Rap部分 有必要这里那里加入那么多Rap吗 除了那个都还可以 这么重要的时期 又拿这种歌回归了 既然要用这种歌曲回归的话 还不如继续做Mix Pop 感觉现在这也不是 那也不是 可能是没有期待 但是歌曲真的很好听 尤其是Haven的开头 虽然是别家粉丝 但是Mix实力好 所以真心希望能走花路 对于Mix的先曲Party of Club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我们继续做Mix 爱情 你怎么把你缔成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